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NeoZone Neo滑板搖滾區 今天要開箱的鞋子是 Leo Baker的Nike SB的滑板鞋 首先看鞋盒 紫色經典Nike SB的鞋盒 鞋標 Nike SB REACT Leo 看到這個REACT就知道他是使用REACT的鞋墊 REACT 這個科技就是非常緩衝的一個泡棉 我穿的是8號鞋 這個顏色是Black Black Orange 發現這個其實目前在只有Nike的官網上買得到 還有到我覺得在9CE 9CE這個目前跟Nike SB簽約變代理商了 所以他們可以獨家販售Nike SB的鞋款 另外我覺得目前在電商 MOMO PC Home或是什麼其他目前 在網路上還買不到 所以目前在官網上可以看到 或是去9CE的實體販售的店鋪 我之前有看Leo Baker的一個 Denma Fless上架的一個電影紀錄片 介紹Leo Baker這個 他是一開始是個 他的身體是女性 但他心裡住的是男生 所以他是一個女滑手 但是他一直在滑板當中希望成為自己 他希望自己成為是一個男的滑板選手 所以這個整個電影的內容非常精彩 講他的一個心路歷程 然後他最後做了手術 他終於變成一個男生 就是當他自己喜歡的人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棒 就是你想要成為自己 你自己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沒有人可以侷限你 Nike幫Leo Baker出的這款鞋款 也代表算是一種無性別 也算是中性的鞋款 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 就是沒有被定義的一種鞋款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介紹 我們來看鞋子 這張鞋子的樣子非常的酷 然後他是一個 像是一個高筒中筒的一個形式 那這是Leo Baker自己指明 他說他很喜歡中筒的這種包袱感 所以他在設計跟Nike團隊設計鞋款的時候 他指明要中筒的 那另外在材料的部分 他其實是有三種材質的部分 像這個地方是屬於皮革 那這邊是橘皮的 那這邊是橡膠 他認為 因為Leo Baker說他很喜歡做flip的動作 key free啊,heel free等等的這些動作 所以他覺得這個鞋子一定要夠耐穿 不能踢個幾次就穿懂了 所以這個橘皮當然是沒問題的 橘皮是非常耐磨的 那再來是橡膠 反正他們最後討論出就是這三種材質 就是複合在一起 那就是做出這樣一個架構 那這雙鞋整個就是 黑色的部分都是橘皮的 只有Nike smush的部分是皮革 那可以看到這邊雖然是皮革的 但是在中間的部分是屬於這個 變成像是一種 融的這種材質 那在不同的角度下可以看到 這邊會出現Leo的LOGO 這個小細節不錯 就是在一些光纖下 這個就有點 非常漂亮的一個斷面的這種 發亮的這種材質 這是一個小細節 因為你看看不出來 仔細看可以看到Leo的這個字樣 好看 那這個地方 腳踝處也是有一樣的部分 那這邊有一個 穿的時候比較好拉的部分 那這雙鞋很特別的是 一般Nike SB都會有一個 Nike SB的LOGO 但是這雙鞋就是特別 就是用Leo Baker 這個字樣 那這個斷帶看起來 用一個rebone斷帶的方式做鞋標 寫個Leo Baker 然後Nike skateboarding 我覺得這樣子蠻精緻的 有別於一般我們Nike SB的一個 Nike的LOGO 那鞋帶部分是這種 平常的鞋帶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再介紹一下鞋舌 這個鞋舌是有點薄啊 它跟一般SB比較厚的保護 比較不一樣 但是它是中筒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很扎實的部分 那再來是側邊這邊其實也有鬆緊帶 就是做鞋舌的固定 所以基本上鞋舌很薄 是不會亂跑的 大概是這樣 那鞋底的部分 其實這個鞋底看起來就是 這種波浪型的 人質型的這個鞋底 一定是超耐磨的 再來是鞋墊 因為它必然叫做 Nike React Leo 看它的鞋墊 Leo Baker 然後這個鞋墊非常的厚 那這就是react的科技 以外科技大部分都是在 Nike的籃球鞋上面 因為常常在跳要緩衝 那當然 玩滑板就是常常在 Oli在跳 所以常常會有 Zoom Air 或者是很多科技 Leo的部分 它是選擇用這個react的鞋墊 那react的鞋子 我穿過不少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大致鞋子的介紹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雙鞋 就是我自己穿起來的感覺 是非常的包覆性非常的好 那我 說實在目前Nike SB的鞋款 Blazer啊 Nike啊 Ishiawear啊 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說Dunk SB 跟這雙穿起來 完全是不一樣 那如果要穿它的話 說實在跟Blazer的high Blazer mint的這種高筒 穿起來 也不一樣的感覺 這雙鞋的一個 也雖然優點 但缺點 第一個是它保護性非常好 我穿起來的時候 覺得整個包覆的感覺非常好 所以非常的舒服 保護感很好 但是缺點就是 它在穿上去的時候 你不可能直接套上去 其實要有鞋把 你也穿不上去 你要把鞋帶鬆到很開 所以這個 要穿的時候 是非常辛苦的 並不是馬上就可以穿上去 所以一定要 鞋帶鬆得很開 腳才放進去 我覺得這是它的缺點 但是它也是優點啦 因為 竟然這樣子才放進去 表示這個鞋子的 腳踝 還有整雙鞋子的保護力 是非常夠的 那當中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這雙鞋整體看起來都是美美的 但是其實一些小細節 可以看到它做工上有一點問題 像是我在這邊顏色上 這邊就有點 這個顏色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點黃黃的 那再來是 這個斷帶的部分 所以後面還有一個 這個 旁邊的這個 後面有貼一個小貼紙 這邊露了 那再來是 這個部分 但是這也不可避免的啦 它的造型就是做了一個這個 一個圓弧下來 那在這邊它的 膠就是這樣子 硬把它蓋上去 硬把它黏上去 它其實可以把它做一個收掉 這邊把它鋸掉 收掉平平的之類 但是它還是選擇硬把它蓋上去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子 但是 仔細看就會覺得這邊有點突兀 目前的缺點就是這些小小的 不過都可以容許啊 因為畢竟滑板鞋 就是一個實用性的鞋子 穿的就是拿來滑板 拿來滑 拿來摩擦 拿來弄髒的 所以這些小細節是 還可以接受啦 那 目前官網上面 就是看到很多配色 黑白啊 甚至有些紅色的細節啊 那 Leo Baker 一開始在穿的第一雙Prototype 是屬於 這個 巧克力色的 看起來很像一個 布朗尼蛋糕的顏色 這樣子 那各個顏色 我自己是個人是最喜歡這雙鞋子的 這個顏色就配橘色的部分 剛好看到 這邊就是這一雙 就只有這個顏色 在特價 那就覺得不買對不起自己 就 購入了這個 Leo Baker 那我覺得穿起來非常舒服 那 size的部分 true to size 穿幾號就穿幾號 不需要特別的 大半號或什麼的 除非你是拿來散步 覺得 覺得這個 太難穿的話 我覺得大半號 會比較好穿 這樣子 那如果拿滑板 八號剛剛好 就是自己的size 以上就是這個 Leo Baker的 滑板鞋的介紹 迫不及待 可以穿它來玩滑板的 相信感覺一定非常好 好 今天介紹就到這邊 下次見 或是滑板場見 掰掰 拜拜 by bwd6